既然你願意花兩岸五 住一間房子 那不如租我家 我租金收你一半就好 你家 妳開玩笑的吧 我沒有 好 那妳給我一個理由 為什麼非得要租你家 因為我家交通方便 坐北朝南 空氣良好還有景觀 重點是緣分 這裡是你家 對啊 這裡有我家開的 我們做的囉 媽 我回來囉 走吧 等我一下 快點 走了啦 滷排骨 紅燒魚 麻婆豆腐 對不對 葉真真 妳太準時了吧 他這個鼻子鼻狗還黏 媽 媽 她是誰 她是我 葉金球 快點 明天再跟朋友回來了 爸 快點 吃真的還沒後悔 之前趕快抓住他了 好 來得正好我們今天要吃飯了 吃完飯再說 來 不用了 放我去 年輕人 年輕人這麼呼氣做什麼 那個事情 結婚以後再說 來 來 媽 妳在亂說什麼 好 我們先吃飯 吃完飯再說 走 就吃飯了 先吃飯 走 吃飯再說 姐姐是給妳怎麼好說的 妳是不是叫妳演技給我媽看 妳知道 她如果二十八歲嫁不出去 就要去當禮物了 妳要幹嘛講什麼 給客人天賣 坐坐坐 葉姓熊 快點 來了啦 大呼小叫的 我還以為發生地震的 你女兒帶男朋友回來了 很帥喔 她不是我 妳好 妳好 我是我女兒的爸爸 叫葉姓熊 哇 長得帥的嘞 然後高大英頂 跟我年輕的時候很像 我怎麼看妳很面熟啊 我覺得跟年輕的熟悉一樣 你好 我是陳澄 我昨天有過來修西裝 昨天 我上台了 昨天妳這個來氣沖沖 沒有留下這個詳細的資料 我要坦白跟你說一下 妳那套西裝破損實在是太嚴重了 那就算我給妳縫好了呢 也會有很大的瑕疵 所以我決定啊 幫妳重新做一件 哈哈 坐坐坐 媽 妳又做陪伴生意喔 妳男朋友有什麼問題咧 我們不是男女朋友喔 不是啊 那她是誰 今天房客 哪裡的房客啊 我們家的房客啊 我們家有房客 嗯 高好她要租房子 我就租給她 我們家不是有那個 补償室嗎 補償室 嘘 嘘 那個啊 房間呢 雖然是小了一點 然後那個燈啊 是暗了一點 還有那個床窄了一點 還有晚上老鼠經過那個爪子 抓到地板的聲音有點臭一彎 別擔心 對 對 這樣雜物推了多一點 但是我保證過絕對夠 是不是 幫妳吧 對 其實也不是什麼雜物了 就是兩款布料嘛 我把它搬出來 然後我老婆那進去啊 把它好好地整理一下 我跟你說啊 她以前讀大學的時候啊 是這個學的是室內設計啊 很有品味的 保證很好的 就是啊 要不是嫁給你葉伯伯啊 我早就變成知名的設計師了 對對對 來來來吃飯吃飯吃飯 吃飯吃飯吃飯 吃一塊排骨 我要吃排骨啦 不夠了啦 我來給你啦 你不是也要吃 沒問題 我最近腸胃不太好 看到肉啊 就不想吃 你吃我吃 那我沒點一半 你吃你吃 對對對 都還沒有請教你齁 你是哪裡人啊 為什麼這麼騎車找房子啊 我是 我剛從美國回來 歸國華僑耶 歡迎 那你爸媽沒有回來嗎 爸媽 你沒問太多了吧 那你對我們葉真真的印象怎麼樣 對 媽 你再說下去我 就要消化不良了啦 太害羞了 再來碗 吃飯吃飯 這些都是你要吃的啊 對啊 怎麼了嗎 沒事 只是我認識的女生 都吵著要減肥 沒想到你的食量這麼大 你知道嗎 我姐可是要參加金曲融舞榜的小巷隊啊 你 這有排骨 排骨 排骨啊 不要搶了啦 有魚有肉 中中都有咧 多吃一點 多吃一點啊 多吃啊 乖乖 謝謝媽 來 少爺 很好吃喔 多吃一點 多吃一點 來 來都來了 你就看一下 你花了一半的租金租到的房子 有多經濟又實惠 不要浪費時間了 我今天晚上已經決定要住飯店 唉唷 看一下嘛 怎麼樣 很不錯吧 是不是比你租飯店還划算 不算 這樣過你住了吧 這幾塊布是昨天才拿進來的 一開就會更寬敞 謝謝 葉晨晨 我還沒有決定要住這裡 不住這裡要住哪裡啊 我告訴你啊 這間客房啊 從我裝潢好到現在 只有我們那個娘家的人來住過 這麼便宜的租金租給你啊 算你運氣好啊 謝謝 唉唷 那報紙我還沒看啊 沒關係 來 把阿嬤送了這個花瓶 包起來 來 好 先放 唉唷 唉唷 小心 好 包起來 謝謝 會不會啊 鋪個毯子都不會 那你來鋪啊 我啊 我那個當兵的班長還囉嗦 唉唷 那不用麻煩了 不用麻煩了 唉唷 不麻煩了 我的意思是說 我親自己 我跟你說啊 就把這裡呢 當作自己的家 需要什麼呢 就跟葉媽媽說 唉唷 唉唷 對呀 對呀 這個 唉唷 第一天嘛 臭火臭火的 明天呢 珍珍她媽會把這邊弄得 妥妥當當的 到時候你住進來 那種感覺就像住飯店一樣 唉唷 我告訴你啊 住在這裡啊 沒有什麼好處啦 就是包吃包住 包你白白 又胖胖 唉唷 唉唷 親兄 怎樣啦 紅豆湯快燒鐘啦 快點快點快點 唉唷 唉唷 先把這些翻 翻掉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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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回去回去回去 打開 是 Andutar 還給我 チャ eso 還有一 bonding 牙蛇